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要精彩嘛 我們都不怕辛苦 你知道嗎 可是那個煎熬就是 因為家裡面 我所謂家裡面就是後面的長官 他每次都問我說 你的水為什麼那麼低 為什麼人家可以到哪邊 有沒有 譬如說你連線說 現在水到我的膝蓋 可是奇怪 人家為什麼到那個 人家到胸口 你到膝蓋 那種書啊 觀眾一定是看最高的嘛 觀眾喜歡看到腳踝也喜歡看到胸口 胸口 當然是胸口嘛 那有一次 這次我記得很清楚 有一次那個艾力颱風 艾力颱風 那這艾力颱風還不是造成風災 主要是那個三重大淹水 主要是沙林波泡在水裡面 後來查出來是湘寒 就是那個一個捷運裡面 你看 這就是那個時候三重大淹水 都很高了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後來我就接到消息要過去 那我當指揮官 那指揮官可以點兵點將嘛 你知道我們疊對疊到什麼地步 我還好還打電話到個台去問 說欸 你們今天派哪個記者 譬如說今天派陳斐捐 你還要問敵台啊 要啊 開玩笑 欸 你看不出來 這個裡面的美工嗎 我要去問那個記者他的身材 身材 你是不是要選美啊 問身材要做啊 這不是這樣 這事情美工有多啊 你知道嗎 我大概先知道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敵對台 是某一台 那我一定先問他 說欸 不好意思啊 我們等一下都要去那邊 對啊 你要去啊 辛苦了 辛苦了 那你們派誰啊 譬如說我派那個陳小美 我說欸 陳小美 我大概知道他身材 大概一百七十公分 他那次提台派了一百七十公分 那時候我站他出去 我本來要帶我社會記者一起去 陳小美我們認識嗎 認識 而且現在已經 現在來到本台 現在在你們本台 這樣我才要想啦 現在要想啦 身材很低的嘛 我知道一百七十公分 對不對 嗯 那時候我想啊 贏啊 這聲贏啊 有什麼贏啊 身高啊 因為他高嘛 是 所以水位一定低嘛 然後我想說 我親材帶也有 結果我把社會記者把他帶走 你知道嗎 現在被帶走 長官都把我攔住 等一下等一下 人家派陳小美 我跟你講 你派個李小美 我說李小美 她不行啦 她這麼瘦弱 而且她是主播 不好意思 她說沒關係 你帶走 所以你後來派了一位主播啊 後來我就帶了她去 然後結果呢 我們從頭到尾連線 全部贏敵對台 每一趴都贏 每一個連線都贏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陳小美身高一百七十公分 我們李小美身高一百四十九公分 所以李主播就一四九啊 一四九 所以那時候連線你知道嗎 我們本台一定 是的 我們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 現在你看這個三重大淹水 我們現在在三重國小附近 然後呢 現在水已經到我的胸口 有沒有 到脖子 這樣子 所以我每次連都在到脖子 我們隔壁台 那鼻台到哪裡 它二十一公分哈關 二十一公分大概這樣子 你知道嗎 它每次連都是到腰 現在我們水到我們的腰部 然後我們這邊水到我們的胸部 我們在記者到脖子 到脖子 他們在記者到腰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那個外面 我來講 我從頭到尾 都光榮 那邊所有我們的標記 但是要講連天災最厲害的 應該是陳國元 因為上了國際大媒體 CNN 你看一個記者 一四人可以上國際媒體 又是美國的CNN 我跟那個光榮 這是光榮 為何呢 為何那個紅胎在花蓮 那 因為那個 這個我跟你講 所以身材很重要 那時候如果是到陳北娟去 現在我在颱風裡面 我快被風吹走了 有沒有說服力 這哪有什麼說服力 好 我們畫面上所看到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 記者陳國元 那時候派他去 我們長官 他好像百多公斤 百多公斤 那時候真的大家 就是所有翻身雷動 為什麼 他身材一百公斤 而且他邊連線 他那個口條很好玩 現在風好大 吹到我們都做不了了 而且記者身材將近百公斤 他都吹得動 有沒有說服力 所以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被風吹動 其實他自己偷退對不對 對 對 那時候 他自己抹去 我們現在 風包 你看我一百多公斤都被吹動 那都自己演 他說他當然也是有 但是說實在那個風大 但是你看兩邊 風當然是很大 很大 但真的讓他大到倒退了嗎 我告訴你 四十五公斤的跟一百公斤的 誰有說服力 當然也一百公斤的 我一百公斤都吹得動 而且他口條又很好玩 記者本人身材高達一百多公斤的體重 都吹得動 你看我們來看到這是 國元兄抱著柱子連線 你看他的表情啊 他這樣一泡而紅 他到現在 才是我們電視台裡面知名度最高的記者 而且當初他的辛苦 大家都還記得啊 我們來看 其實遇到這種天災 記者真的很辛苦 表情動作肢體語言都要到位 這就是海豬颱風 那時候記者就抱住 挺住 抱住柱子 然後一直叫 他說我都沒有辦法說話 這句話的經典 我不能講話了啦 還是在講話 還是在講話 結果說我不能說話了 好我們來聽一段 這個人家記者崩潰事件 他一路有多崩潰 這個更是經典中的經典 發生在英國 那時候他整個他這個尖叫的聲音 他被人家做成很多混音版 配上恐龍配上什麼 大家有很多PS達人 這個才是經典中的經典 你看看喔慢慢看 記者找到 記者一直在 水淹得很高 對在遊艇在體上 然後旁邊有個人走過去 好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呢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突然記者一直都在裡面 記者突然在霧霾中消失了 在霧霾中不見了 好這個也很經典 這個現在也在本台 然後現在他那時候 在記者差一點消失 後面有一個 喔有錄他了 快來走喔 後面有個錄他有沒有看到 所以 驚險一瞬間 瞬息萬變 我們記者眼睛趕快看 快來走 所以天災呢 記者的表現能不能到位很關鍵 不過園長 是 其實這一次在暴雨來襲之前 昨天我們看到在桃園 哇那個馬路海 讓民眾很擔心 這是不是一個不好的徵兆 其實真的這個動物 或是昆蟲 牠特別有這種預知能力 尤其是馬路 大家知道牠長得像小蜈蚣 其實 哇這是多天了 不得了 那滿滿的 在桃園的馬路海 對那個整個我想 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毛骨悚然 你因為那個 那麼驚悚的一個畫面 那個整個不滿 那表示 這個因為牠要 所有的動物 牠就是要求生嘛 那一定會有意象 通常有這種意象大概就是 可能就不是暴雨 天災來襲 天災來襲 好我們來看到 這是2009年的蚯蚓大逃亡 對 蚯蚓大逃亡出現之後 竟然就有地震了 沒有錯 像這種情況 因為我想有很多地方也都有 那個在台南也有發生過 這樣的一個現象 像這種的一個狀況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那個可能 因為蚯蚓他的那個感知 預知能力特別的這個強 所以如果有像這種情況的話 他當然他馬上他會覺得說 我可能要逃亡 我趕快要求生 我們來看到 這是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在發生之前就出現了 蚕蜀大搬家 對 所以這個動物大搬家就是 有事情發生的 一定影響 很可怕的事情 可能要發生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他會知道 動物有預先感知的能力嗎 對 因為我們人類 可能是慢慢的 那種感知能力 它是 這個感官能力 它是退化的 但是本身動物 或是這種昆蟲 它絕對 我們來看這是緬甸 緬甸才 前不久 6月初 發現有 哇 這麼多 上萬隻的老鼠集體死亡 老鼠軍團 所以很多人擔心 緬甸有沒有可能 也會發生災情 那我們除了看到老鼠之外 我們在看到的是 其實這種情況 像香港也發生過 畫面上觀眾朋友所看到的 這是香港的魚 集體自殺 對 像這種情況 當然很可能它海裡面 它已經產生一些 可能那個波浪 那個比較大的 像剛才那個野老鼠 那個野鼠 我覺得 那當然一定是可能 整個下面 地殼下面可能有一些 特別的 那要不然就是可能 你說那個 產生一些 那個氣體或什麼 它們才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日本海豚的集體擱淺 對 這個事件 也很出名 這是在2015年4月份 在海豚集體擱淺之後 馬上就發生大地震 對 海豚它會有一個領導 如果它是感知 已經覺得說這個狀況 這個很特別 它會通知其他海豚要逃命 這個是動物它本身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跟著動物跑呢 因為在南亞大海啸的時候 當時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南亞大海啸的畫面 當時真的是死傷無數 但竟然在那個區域 是很多野生動物在生長的區域 包括像美洲豹 像野象 卻沒有看到任何美洲豹和野象的屍體 表示 牠們早就先跑了 沒錯 其實像這種情況 我們只要跟著動物跑 絕對是安全的 跟著動物跑 對 不單是說 我們剛剛講說 像單一的動物 這個是狗狗遇之地震的畫面 狗狗一跑掉之後 觀眾朋友你仔細看 狗狗才幹嘛 沒有三秒鐘 地震就來了 這是發生在美國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動物的一般 你看牠聽覺 嗅覺 絕對是比我們人類強很多 所以如果有特別的這種 牠馬上可以感受到 好 這個也是 這尼泊爾 尼泊爾地震 也是狗狗先知道 你看狗狗一跑之後 瞬間 哇 地震就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最安全的 就是我們要掌握那個 可能那個動物感知的那個 可能十秒 二十秒 所以台灣這一次在桃園 出現馬路海 然後那個景象 確實要提醒我們 對 要注意 因為這一次的災情 可能不小 對 沒錯 這個我覺得有 這個已經先預告了 那如果我們再不知道 像這個又更 這個動物的預知能力 有時候超乎我們的想像 對 對 對 這一隻貓應該是全世界 最村民的鳥咪 對 就是在美國的一個 療養院的奧斯卡 它居然它可以了解 有一點預知 就是說那個病人 可能應該要死亡 他就會去陪伴牠 所以後來 比護士牠們都還要厲害 還要準確 所以後來 只要奧斯卡到哪一個病患 就表示牠病危 那趕快那護士 就通知牠家庭 所以牠精準到什麼程度 就簡單以想像 牠只要在那個病房門口 或病床旁邊 停留在那裡 四個小時內 那個病患就會離開 所以牠已經成功 預知了50件死亡事件 所以人家以為說是死神 其實並不是 死神貓 所以被稱為死神貓 對 死神貓 其實我覺得牠的預感 動物的預知能力 超乎我們的想像 不過這一次 鮪魚炸彈又來了 我們真的非常擔心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已經有土石流了 梁大哥 你是救災專業 大禹 遇到大禹 你們通常這樣的救難人員 最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土石流 就是土石流 對 土石流的恐怖 可能我們一般的百姓 比較沒有去接觸到 就比較不會知道那個的危險 嚴重性 是 土石流多恐怖啊 它恐怖的地方就像 我們在磨豆漿米漿那一類 就磨了 它就把東西 我們人 就像那個豆子一樣 它那個石頭 土石流 會一直磨一直磨 把我們會磨碎掉 觀眾朋友 您現在所看到的畫面就是 今天暴雨才剛來襲 在今天早上開始下雨 高雄的桃園山區 就已經出現土石沖溪流的狀況了 所以我們很擔心這一次 暴雨要連下八天到十天 對 那你們碰到這種土石流的救災 要特別注意什麼呢 第一 本身的安全 你們自己的安全 對 本身的安全 因為你們救難人員有可能會被陷阱 對 要自己有安全 才能去救助別人 剛談到你們遇到這種豪大雨 最擔心的就是土石流 土石流的救災 這是必要的家貨 必要的家貨 你身上穿的這是 這是我們的安全吊帶 安全吊帶 安全吊帶 這是在你們要去救災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先 事先穿好這個安全吊帶 對 安全吊帶的功用是 這邊安全吊帶也是要保護我們 預防被大水大風 衝走 或是土石流來的時候 我們不會被它衝走 所以你們要下去救災的時候 你們自己本身要先做安全的防護 對 本身先安全吊帶 這個塑仔 我要過去那一邊 比如人在前面這一點 對 先要架繩 那如何過去 我們先要先確保好自己 所以塑仔擺在心裏 對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八 用虎的不行嗎 用虎的不行 對對對 或是雙八字結 雙八字結 對對對 或八字結都OK 好 我們什麼叫八字結 一個八字形 這樣比較好 把它拔過來 一個八 對 一個八 這樣可以確保 絕對不會鬆脫 對 我們這個 扣環 扣環 還要再扣進去 這樣拉都不會掉 對 這樣拉這個就八字 然後岸上有人要拉住這個身子 那我要橫渡過去 要救人 或是要搭一個便道便橋 讓全員的安全通過 一定要選一個攻擊手 所以第一個就是叫攻擊手 對 就攻擊手 那我就要先過去 然後後面的人 好 比如說我是後面的人 阿冠姐 你要把他打打打打打 我要打打打打 對 就讓我這樣一直走過來 剛才總說你要把他扣回來 你為什麼扣我去 我扣你去 我扣你去 對 對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我過去以後 對 一樣 過去以後 我會把這個繩索 綁在一個固定點 喔 比如說手 對 對 拆開以後 有沒有 你把它綁好 所以攻擊手的工作就是 對 要想辦法把繩索固定好 對 然後讓後面的人 可以順著這個繩索過去 對 然後後面的人 要過去的話 對 等於是做一個安全的走道 對 也有一樣安全 一樣有安全 吊帶 還有再來一個就是勾環 勾環會一樣勾在它這個 安全吊帶裡面 然後它會順著這一條繩索這樣過來 就不會掉 也不會沖走 所以 你們剛剛也談到 土石流的救援是非常辛苦的 有一次你們是不是去齊萊山 督到人登山客 剛好碰到土石流 那個洛甘年前 他那個在齊萊南峰南華山 齊萊南峰南華山 有一個外商的公司 是 就是他們的裡面一個登山隊的活動 去爬這一座山 碰到土石 剛好我在那邊 碰到鮑魚 那鮑魚 那鮑魚的時候 我們接到消息的時候說 已經有人被落石打到溪谷一個 兩個被掩埋 真的嗎 一間兩個掩埋一個掉到溪谷 那等我們回來的時候 兩個掩埋 掩埋意思是 掩埋 還有一個活著沒有死 掩埋裡頭有一個活著 對 有一個 他 另外一個掉到溪谷 對 到溪谷我們 我們會先救活的 看狀況來救人 然後看到那個 他已經淹到一直 上膝蓋大腿伸 土石流一直過來 他沒辦法動 那個土石流的速度是很快 很快 很快 那我們碰到這個狀況 當初我們沒什麼工具可以挖的 人家鼓勒 或圓蹺 什麼 我們都沒辦法 只好靠手 土手 土手抓 然後每個人 我們去七八個 七八個人 每個人土手 就從他旁邊一直挖土 一直挖土 前面我們 是他那個土石流的速度 對 前面我們就拿東西擋 擋 擋住那個土石流 先流 然後一直挖 挖到時候 我們覺得說 可以把它拉出來為止 就趕快把它拉到安全點 有救到嗎 那個有救到 然後 另外他就講說 後來他就他講了說 還有另外一個被掩埋了 然後在那附近 那不知道一個正確點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再徒手去救他 友志 採訪先生也是驚險的瞬間 我剛才看到那個 隊長他那個東西 我就想到那個繩子 阿冠你知道嗎 這是繩子承救我一命 在小林村的那時候 我如果沒有這條繩子 我今天可能已經不坐在這邊了 那時候因為小林村被滅村 如果大家還印象深刻 小林村是在七十幾秒鐘以內 你看看你現在住幾樓 如果是七層樓 整個七十幾秒裡面 七層樓的土石流 全部把它掩埋 全部都蓋起來 所以那時候小林村整個滅村 整個山谷全部被滅掉 好 那土石流整個走在上面嘛 那我們要從我們記者採訪 一定要供到現場去 就是你看看這個就是 那時候小林村被滅村 那時候所有村民回去了 我們那時候還狀況很糟 這時候已經天晴了 那時候整個還在下著雨 然後整個上面全部都是土石流 那我們要供到另外一個村 那只能走什麼 只能走上面的土石流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一定要去見見小林村現在怎麼了 我們前一天晚上凌晨三點 就在那個賈仙部落聚集 然後我就帶著我的攝影記者 然後一路走 從賈仙一路要攻 從那個南紫仙溪 七三溪那邊 一路要往那個小林村攻 總共我記得大概走了十多個小時 一路這樣走 那其實沒有路 你可以想像那個 如果七層樓那是變成一個三角形 你只能走在那個土石流上面 沒有路 沒有路 唯一的路就是 像這種隊長這種極速的人 在前面採一個印子 那你在接下面的印子再繼續採 再繼續採 一路採過去才有路 根本沒路 可是我大概走到第五個小時 第二個小時體力已經耗盡了 那時候其實我們本來沒有綁這個 可是那個隊長突然覺得說 我好像整個走路不知道 會發 你知道那種體力耗盡的那種 對 前面明明明有那個腳印 可是我踩不下去了 對 就是會虛空 然後不知道要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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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然後第三位是我的攝影記者 然後前面還有隊長 副隊長 然後後面還有很多人 我走走走 真的我整個突然之間氣力放進沒了 然後那腳我踩空了 我整個人 我只感到好像雲霄飛車 好像坐一個大怒繩 整個下去 然後我想說 我這個念頭死了 然後好像人生的那種 走馬丁你知道嗎 那幾瞬間都過去了 我想我現在應該在下面了 我那時候想 哇 然後我想應該在下面了 就突然一驚覺 欸 我又掉在那裡 掉在那裡 然後我的那個攝影記者 就是剛剛那個隊長講的 已經有人拉著那個繩子 然後那個我們身上已經綁住嘛 已經綁住 然後我身上是掉在半空中 又是Q啊好 我突然在驚醒 我在哪裡 我一看我下面看 男子先吸 吸骨 嚇死了 如果沒有這個繩子 我看我就下去了 結果前面三個人 用他的力量撐著 那個隊長突然大叫一聲 騎好齋 小林村挖到了一對一個家庭 那爸爸還用身體這樣拱著 保護小孩 那時候我就想說 快點快點快點 這個技術的主要地方呢在 我在哪裡 我總共做了11次 攝影機師 那攝影機師跟我講說 你這個跪下來 從那時候一次OK的 我走走走 真的我整個突然之間 氣力放進沒了 然後 那腳我踩空了 我整個的 我只感到好像 雲霄飛車 好像坐一個大怒繩 整個下去 然後我想說 我這個念頭 死了 然後好像人生的那種 爪丁你知道嗎 幾瞬間都過去了 我想我現在應該在下面了 我那時候想 哇 然後我想應該在下面了 就突然一驚覺 欸 我又掉在那裡 掉在那裡 然後我的那個攝影記者 就是剛剛那個 隊長講的 已經有人拉著那個繩子 然後那個 我們身上已經綁住 已經綁住 然後我身上是掉在半空中 用這Q啊好 我就在那裡 我在那裡 我一看我下面看 男子先西西谷 嚇死了 如果沒有這個繩子 我看我就下去了 就前面三個人 用他的力量撐著 那個隊長突然大叫一聲 驚哉 大家這樣下來 然後把那個腳印踩實 把Q起來 然後大家後面 然後那邊還有 後面還有一堆人嘛 中間那個 把Q起來 然後大家就把我拉起來 後面那個也被我帶下去了 因為我們下去嘛 所以你的命 你是靠這個繩子撿回來的 如果沒有繩子 我就完蛋了 所以那個時候 你看阿關就是 這個就是那時候的場景 那時候是 這是新開部落 你還記得 新開部落那時候 死亡32的SOS 那時候有人在求救 對 為了證明 我真的到過現場 給你們看我最狼狽的樣子 這個就是那時候 我採訪的經過 這個就是我本人 這個就是我 那時候很狼狽 幾乎 那時候皮 已經脫了七層皮了 這一路脫皮脫到組織 一直潰爛 曬完再脫 曬完再脫 那個皮是用絲的 你知道嗎 用料 然後後來呢 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是新開部落 SOS 新開部落 死亡32人 那我要到過去那邊呢 去採訪新開部落 新開部落 我就從這個死亡32人 然後從下面溪谷 走過去走上去 關你還記得 我曾經跟你 在這邊講過說 我嘴巴很 這記者嘛 碰到才有新聞 嘴巴很賤 就很賤嘛 上次我不是講過一個 在那個台中 我說不是啊 那個祖孫拍到了獨家 結果那時候 這次我走過那個死亡32 這個過去之後 然後我在現場 跟攝影記者說 來來來 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們現在先拍一些東西 記者滿老子就是新聞 然後突然韓國救難隊 聽說挖到了一對 一個家庭 那爸爸還用身體這樣拱著 保護小孩 你說這個畫面 對記者來講就是一個新聞 那時候我們就趕快 快點快點 好新聞 我就走去那裡 然後要去採訪 但是沒不得其 我們在後面在挖嘛 然後我說趕快 做Stand 趕快做Stand 然後我就很高興 我拿這個 趕快 是的記者呢 所在的地方是 我在哪裡 然後攝影記者說 有這個 新開 新開 我說啊 對不起 緊張緊張 是的記者所在的地方在 我在哪裡 又忘記了 又忘記了 新開 新開啦 我說好好好 那不是有那個採訪板嗎 我就一直上去寫 新開 不要忘了 新開 是的記者所在的地方是 我採訪板突然變黑的 你知道嗎 我完全看不到 我 這個不要鬧 你先把 太累了 太累了嘛 然後他說 好啦好啦 我說我順一下 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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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是的 記者所在的地方是 新開部落成功了嗎 成功了 成功了 變攝影記者 尤之哥等一下 沒電 真的好奇怪喔 我說怎麼會沒電 你開玩笑 趕快趕快 因為你重複太多次了 趕快 對嘛 所以我趕快電號進了 那個攝影記者趕快把電池拆下來 尤之哥對不起 那電池那個 我相信攝影大哥都知道 有一個地方一按下去 就知道那個電量有沒有 會出現四格五格 他一按 滿的 滿的 可是他一裝上去 那個地方就是沒電 他只好再換另外一顆電池 新的電池 新的電池 然後我們繼續在 是我們現在記者所在的地方 是新開部落 沒問題了嘛 電也有了嘛 對 突然刷刷刷刷刷 怎樣 整個螢幕看不到的畫面 後來我總共你知道阿關 依我這種資深記者 你知道我在裡面 這個東西 我總共做了11次 好丟臉啊 後來那個攝影記者跟我講說 不行了 有這個等一下 你剛剛講錯話了 你最賤嘛 他說你等一下 你身上有沒有帶煙 我說有 那時候有煙 他就把煙 三根煙拿出來 你還沒有餅乾 我說有 我把餅乾給他 因為有糧食 乾糧 然後他就把那個三根煙插在地上 然後把餅乾放在那邊 有這個跪下來 我說幹嘛 他說來 跪下來 各位大哥 各位新開部落的災民 很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文字記者嘴巴見 然後說那個有的沒的 怎麼好新聞 我們不是把它當好新聞 我們希望趕快把這邊的災難 報導出去 讓你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趕快把你們救出來 把它挖出來 然後我一起來 我突然今天 我身體就輕鬆了 你知道嗎 突然耳親 耳親慕名 然後一開始 阿關從那時候一次OK 沒有再發生過 所以喔 因為很多記者 不能亂講話 很多記者 那種很驚險一刻的 你看現場那個採訪 我還碰過我們一個記者 他現在已經 已經在我們這邊上班 那個記者去採訪那個一個花蓮 就是那時候花蓮落石不是很多嗎 然後造成那個大陸遊覽車掉下來 是 我們就派記者到那邊去 那記者 獨花公路探訪啊 攝影記者跟文字記者 大概是我跟阿關這種距離 就一樣嘛 就是那邊攝影機在拍嘛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不是也 跟我一樣嘛 要做STEM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對著攝影機 來 3 2 1 好 記得 在獨花公路 第125公里啊 什麼這樣對不對 哭 落石 兩個人之間 一台車子 這麼大的落石 從兩個裡面哄下來 那個兩個大 驚險到什麼地方 我後來相信電影了 絕命終結戰 我相信了 你知道那個落石 剛剛好就是我們兩個的距離 這麼大 不多也不少 為什麼我這麼講 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有那個麥克風嗎 記者不是在麥克風嗎 記者不是在麥克風嗎 記者所在地方是在那個 不是會麥克風這樣子 那個落石剛好打到麥克風 打到麥克風啊 麥克風丟到山谷下面去 我跟你講如果 你看打到麥克風是這樣打喔 如果再多5公分 他的手 看著人就下去了 如果再多5公分就好 他手被落石打到 整個人就 咯咯咯咯跌到山谷下面去 那時候 你看那個畫面 一傳回來 攝影師還是在拍嘛 是 你看到那個畫面就是 眼前一陣黑 然後那個文字記者就這樣 麥克風不見了 那所有人 待在現場 如果那個落石 在百萬年前 他不要多生長個5公分 我想這個記者現在就不在眼 不過大南不死必有後福 這句話我相信 他後來就 不用管那個落石 是不是多生長5公分 那個記者只要往前 多走3公分就沒命啊 今天這個記者就沒了 就不會 現在還在三立新聞採訪 他沒有講太話 那位記者是哪位記者呢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就是畫面上你所看到的 對 就是我們這位龍記者 龍記者 對 那時候他就被落石 差一點砸到 結果手還是被一些落石受傷 所以那個時候受傷包紮的畫面 就是現在觀眾朋友 你所看到的畫面 所以其實 每一次的天災地變呢 災民 確實是驚險一瞬間 我們的記者 也和生死在巴河 為了好畫面 為了 為了 拿出生命 對 為了要把 最及時的新聞 傳回到觀眾的眼前 不過說真的 梁大哥 921地震那一次的救災 應該也是驚險一瞬間 921曾經登山隊 也有一隊叫飛鷹 飛鷹 他是隸屬中華山藝學會裡面的 一個隊 一個隊 這個是一個隊名 然後他們 那一次921之前 那個晚上 他們要去爬白骨大山 爬山 然後就在那一天 921大地震後 就失聯 失聯呢 我們是接到訊息的時候 我們是第四批 去搜救人員 第一批 他們去 因為還有餘鎮 還有餘鎮 一直在落實 所以說 還是很危險的時候 對 還是很危險的時候 所以說 他們去了三四天 就撤回來 然後再計畫 第二批 那第二批去 被虎頭蜂叮到 所以第一批是遇到餘鎮 遇到餘鎮 還有落實 對 沒辦法前進 對 那第二批是虎頭蜂 第二批 碰到虎頭蜂 因為那時候 921地震的時候 有很多 一些往生者都被壓住 虎頭蜂是落實性的一種昆蟲 所以他們馬上就出動 對 然後第二批是被虎頭蜂打敗 又撤回 那就接著第三批 又某某人帶隊第三批去 去救援 去救援他 他帶了學生 又被落實打到 救援人員被落實打到 對 所以說 骨折 骨折 骨折還好 命還在 不過說 救援是一種很危險的工作 也是這樣 然後就變成 過我們第四批去 所以第三批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那第四批呢 第四批我們去 我們也是預計要五天 我們就先把前四批 有走過的 或是撤回來的 這一些哪裡 範圍 先把它規劃好 然後我們出發過去 那就是不可以去的地方 對啊 先刪去法 這條路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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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四條路線不行了 對 然後我們把那個 所有的隧道 因為我們評估 那一位駕駛先生 駕駛老大 他本身對帶登山者的經驗很豐 他開山路的車子 技術很好 然後我們去判斷說 他可能會噴到地震的時候 趕快躲進隧道裡面 我們中河那裡隧道不是很多 得機啊到裡 那個就是骨關離山嘛 所以你們評估他們可能是躲在隧道裡 那可能是躲在隧道裡 所以我們就先去搶攻隧道 各個隧道把它全部都貫通後 都沒有車影喔 都找不到 沒有 因為我們第四批出去的時候 都有一個小本子 裡面任何的交車啊 或是這個隊伍的 這個隊伍的車輛 車牌 然後它的車型 中巴交車 也是什麼車 然後我們登山隊大部分 上山的人數一多都是坐中巴 中巴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是坐中巴 你去找那台中巴嘛 對 我們把貫穿 睡到沒有 那我們就開始再聯絡 因為我們有一個中繼站 無線電聯絡 然後再聯絡到山下 就忽然間有聽到一個消息 說他們那一天 在骨關那邊吃完 消夜以後 車子才開進去 所以最後出現的地點 對 應該是吃消夜那個餐廳 對 然後出來應該 那一段時間喔 他已經經過隧道後了 然後剛好921 你是用時間去坐 對 吃飯飯 如果是多久 應該是有什麼地方 對 車的速度怎樣 然後倒磨個點 應該這個附近 然後就叫 因為還有一些怪手一直在開挖 在救人 然後就麻煩 無線電麻煩 通報那個怪手 怪手啊 他快說喔 然後從那一邊 他們是兩邊開挖一直救 然後快到離山這一邊 這個方向 我那時候我們那個登山口 是在青山 在那裡 然後怪手挖到那一邊的時候 有消息又挖到一輛車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通報了啊 那車子他的車號啊 對啊 那車號一通報回來 所以他是埋在落實下嗎 對 通報回來 我們一看 他怪手當初挖到車牌的時候 有一輛交車 挖到一輛交車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對比對 比對車牌的號碼 一看 不對喔 不是交車應該是中巴喔 他說很低啊 交車啦 然後我們說 你就把車牌全部挖出來 再把車子慢慢給他挖開看看 怪手司機後面才承認說是中巴 所以真的挖到中巴 他們這隊就是真的被活埋了 對 全部被活埋死了 全部被活埋 對對對 然後因為到時候一起火化嘛 因為不曉得是誰 你在車上坐的位置 不敢去確認 只有司機坐 知道這一位是司機某某人 其餘的 真的是